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雍野篇》第十六章 古代的建筑都是坐北朝南 所以若有人是斜建 就叫做斜术 斜巷 斜桥等 马路斜的就叫斜马路 偏斜的斜 斜之斜剑 这个就是斜了 孔子说 观过而知其人 凡事必须都要正 不能斜 例如一间屋子有三间房 一明二暗为三间 中间是明的为堂 两边暗的为寺 所以说登堂入寺 正宗的门有两扇 门没有一扇的 门这个字就是两扇的意思 而是都是一扇 叫父 谁能出不由父 人们都住在寺里 称为寝寺 我们休息的地方 住在里间 那么住在这个寺 住在寺里面出路 必得经过父 谁能出不由父 那你从这个寺里面要出来 那没有经过这个父 这一扇门 那怎么能出来呢 什么人能够不从父出来呢 这句是失踪的兴 先做个比喻的词 然后才是正义 何莫有失道也 何莫有失道也 做什么事情可以不由道上走呢 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它都有个道 那你不由这个道上走 那怎么可以呢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做什么事情可以不由道上走呢 这是一个好像一个问词 道含有两种意义 人有人道 天有天道 天道不懂还可以 所谓可以则是不满意的言辞 还没有什么大毛病 这个是不懂天道 那还可以 我们现在是在人道 那么这个还可以啊 也是不是很满意的一个言辞 就是还没有什么大毛病呢 你是人 如果不懂人道就糟了 道是根本 佛家说是心 心为主 心便万法 百便不离中 随缘不便 随缘要懂人道 心便是人 人就要成人 若不懂三纲五常 就不懂得人道 不算是人 那么这是做人的一个标准 必须懂得三纲五常 人如果不懂天道 就不能升天 那升天有升天的条件 有他的资格 如果你不懂 不知道升天的条件 那么不记住升天的资格 那怎么能升天呢 上帝接人去升天 没有这回事 全在自己 学佛修净土 都可以往生吗 这个 学路老人 那么这是一个 比较严肃的问词了 现在学佛了 又修净土法门了 那么大家 是不是人人在这一生 都能往生西方吗 心是主统 你们修净土 不懂净土的道理 佛法有五圣说法 都是人道成佛 结了人 就保险可以往生 那么这一句话呢 也就是给我们说明了 我们要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那起码呢 也要记住人道的资格 我们学了做人 知道会做人了 把人做好了 那么这样信念念佛 那就保险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换理计划说 如果我们这个人没做好 这个往生西方啊 就没把握了 你们学伦理 人道站得住 虽不守五戒 也隐含有五戒了 那么这段话也非常重要 所以学路老人 九十二岁还讲伦理 主要是给学佛 念佛的连友讲的 这是帮助我们念佛 学佛 那么学习伦理 虽然你没有去受五戒 那这个伦理啊 里面啊 也隐含有五戒 隐就是说 似乎好像没有 这个五戒这个条文 这么明显 但是啊 这个无形当中啊 它里面通通包含了 五戒不杀身 不偷盗 不妄语 不邪淫 不淫穷 淫灵啊 都已经包含了 所以 伦理学会了 这道 去落实了 那么虽然没有 守五戒 那么这个 当中啊 也都有五戒了 若不学佛 只懂人道 人道多么好 死后只是在为人 不过是草木之人而已 如果不学佛啊 那么人 做好了 这生死了 来生 再来做人 那这样啊 只不过是草木之人而已 草 有大中小 这是辟语啦 草人 连木人也谈不上 那个草啊 去编的一个人 那这跟木头科的人啊 那就比不上了 草人啊 所以连木人也谈不上 若懂人道 便是小草 这个草人啊 还不是中草大草 是小草 若不懂人道 就够不上小草 人道 做人的道理都不懂 那连个小草都谈不上 所以心中无道 草也够不上 就不够人格 心中没有道 这个小草也谈不上了 没有做人的资格了 够了人格 只许往上走 不许往下走 那么人格有了 那么只允许啊 再往上走 往上提升 不许再往下走了 往下走 就退步了 往上才能进步 人道能学天道 这也很好 人道再提升 就是天道了 学习天道 提升到天道 这个也很好 四禅天高于六玉天 四禅天是四阶天 六玉天是玉阶天 虽然升天啊 但是若不懂佛道 即使升到无色戒天 还是必须 跺下来 所以升天也不重用 那么这是以佛法 这个标准来看 六道 天是最高了 那么无色戒 灰想灰灰想出天 是最高了 纵然你升到那个最高的天 那时间到了 定力失去了 还是要堕落下来 继续轮回 所以升天也不重用 就是不能解决 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 好 那么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